姜汤灌肠步骤 现在介绍姜汤灌肠 姜汤灌肠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灌肠带加灌肠管 用这样的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呢 是用鼻胃管加注射器 这个鼻胃管大概是18F 一米左右的长度 那么注射器呢 大概是50到60毫升 这个在一般医疗器材店 都可以买得到 那现在我先来示范 用这个灌肠带 灌肠管的操作方式 我们先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好 这里是姜汤 这个姜汤的温度 现在大概是摄氏37度左右 那么我们准备大概是300到500毫升左右 这边这个是凡士林 我们把姜汤先放到这个灌肠袋里面 这个止水滑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好 我现在就倒姜汤 好 我这边大概是500毫升的姜汤 把这个姜汤这个灌肠袋挂在大概一个人高的高度 好 挂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止水阀 这个止水阀我现在把它打开 让这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 好 姜汤就开始流下来 好 这个时候有流出来 好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关起来 好 这就把它这个管子里面的空气都排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用凡士林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香油 把它涂在这个灌肠馆的末端 把这个油涂在上面 然后同时也把这个凡士林或者香油 涂在这个肛门周围 好 涂好了以后 现在把这个灌肠馆插进肛门里面 这样慢慢地插进去 这个灌肠馆它会有一点弯曲 我们手大概放在五到七公分处 把这个弯曲的地方这样慢慢地 就可以推进去 大概推 大概三十公分左右 好 插进去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止水阀 好 打开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姜汤开始滴 开始进入 大概以三百到五百毫升左右 它滴的速度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灌 现在我们大概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已经快灌完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止水阀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把它拿下来 好 这个就是用灌肠袋的姜汤灌肠的方法 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44公分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 那么现在我再来示范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鼻胃管和针筒的方法 这个是鼻胃管 我们也是把鼻胃管的末端 插上樊士林或者是香油 同样的也把凡士林跟香油 在肛门口的地方也给它抹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 好 这个鼻胃管也是一样 我们在弯曲的地方再把它压下去 慢慢的送进去 大概40到50公分左右 好 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注射器 然后把姜汤吸进来 好 现在用注射器打进去这个鼻胃管里面 好 因为用注射器推送 它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们不要太快 像我们刚刚的灌肠袋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滴进去 那现在用注射器呢 我们打的速度就稍微慢一点 好 慢慢的 好 你们可以看到姜汤有打进去 好 再来慢慢的推进去 好 再推一点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用注射器的话 要慢慢推 每次推一点 好 现在我大概把60毫升打进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再重新把姜汤再打进这个注射器里面 就重复这样的动作 然后再放到鼻胃管里面 好 然后再这样推进去 我们再持续这样打 好 这个示范就是用注射器 和鼻胃管的姜汤的灌肠方式 好 然后再次推进去 好 再次推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